中科院時常進行例行性的飛彈試射 那今天也在燒早的6點39分的時候 從基地發射兩枚愛國者飛彈 但這第一枚卻不明原因自爆 馬上帶你看一段燒早情形 好那是可以看到第一枚的愛國者飛彈 發射後沒多久是在空中自爆 那當場先是出現火花 接著小火焰在天空四散 那這畫面曝光也讓軍事迷都嚇了 豪大一跳不過這幸好呢 當時是沒有釀成其他的意外 那這第二枚愛國者飛彈呢 也是順利的來射出那今天演練 也分別發射了熊二熊三飛彈 過程也都相當的順利